你老了 买了什么呀这么多 干吗呢 解压 有用吗 凑合吧 这解压还得靠吃 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顾江东曾经说过 这一饱他解千成 吃点吧 没胃口呀 人家开发商给了新的方案 说直接给现金 但还是七十平的价格 这没什么用啊 你以为呢 我妈的面子也就这么大了 这这 太尽力了 生意就是生意 也是 人家凭啥白疯他 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主要是怕打击你 你少落在这马后跑 赶紧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能想的都想 你别想 反正嘛 我又不跟蒋爷爷住 对吧 我不着急 有办法 有证有证 只要思想不化 我办法总比困难多事 这就对了嘛 努力开动你的小脑瓜 你干嘛去 有胃口了 吃饭呀 为什么 霍言 嗯 把你平时看的那些 发给我瞅瞅 什么呀 你也为何不知道啊 就那个什么 惊天消息 太可怕了 神奇疗教 过后十年 不转不是人 我那个公众号 哦 你不是不相信那玩意吗 你竟说是什么 胡说八道谣传 谣言就像马飞 在坏人手里面就是毒药 在医生手里面它就是药 你放我 那行 我放你 走了 嗯 还有这事呢 怎么了 世界怀人 拆迁房质量不合格 地基倾斜房屋漏水 居民损失惨重 这不就是您那圈的开发商吗 我看看 这 这什么也看不清啊 是不是我们村里的房子出事了 是同一开发商 不是您那圈 那伤着人没有 那怎么样 就是房子被水泡了 又得重新装修 得花多少钱 别再惨了 那就是施工质量问题 是啊 看来这开发商的水平不怎么样 估计很难卖出来 那泡过水的房子谁还买啊 这有卖的 这价格减半都没人要 你看这事 那文权呢 告他呀 哪那么简单呀 牵扯这么多人 没个三年五年下不来 我现在就是担心您那房子 你说给您五百平外不出去 不也白搭吗 我现在就担心了 村子有那么多人 而且您又出走多年 谁顾得上您呀 到时候再凉凉了 吃吧 快凉了 心都凉了